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的经文 我把这些有黄色的地方的字体把它highlight出来了 所以呢,你读的时候你就留意一点好不好 就是它有一些的地方 来,我们把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四节到第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请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但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意义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冤的 刑罚那作恶的 所以你们必须顺服 不但是因为刑罚 也是因为良心 你们纳良也为这个缘故 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异 常常客管这事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良的给他大良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天父我们再次求告你自己 对于保罗所启示的这个话语 今天仍然在我们的身上发动 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 着世今世以后仍然是 我们就用这样的信念 在你的面前读这段圣经 求告那感动保罗的圣灵 今天同样的对我们说话 感恩仰望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主要是在查以赛亚书第六章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个时候 以赛亚写了这个经文 然后我们也提到 当我们在做这一个听话 所谓要想要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常常就会知道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敬拜 没有赞美 我们只是敬拜主 那敬拜是什么呢 敬拜是一个身体的 什么低头 弯腰 下跪 双手举起来 趴伏在地上 这就是叫做敬拜 没有什么样子的诗歌的情愫的陈述 就是敬拜主 是一个姿态 当在这个 你有这样的一个形态在做的时候 神会对我们说话 这个形态就是 你跟主说我来敬拜你 他会对你说话 那在这个的延伸的当中 以赛亚他知道了这个王权的更迭 他不是去担心王朝的更迭 一定会的 但是他主要是去朝见神 让神来跟他说话 因而在这个当中 这几次我们就延伸出来说 所有的世上的政权 都是神所立的 上次我们查的事 你们还记得是哪里吗 我自己都忘了 上一次查的这个经文 是不是在讲政权的交谍 每一个都是神所命定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一些被神所选立的 我们把这几个highlight的字 把它读一读好不好 断章取义不是 只是断章一下 人人当顺服他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他是神的用人 你们必须顺服 他们是神的差异 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 在罗马书十三章 好姐妹我们读下面一章的这个经文 在下面一个slide 因为我们现今在的这个地方呢 也不是只有我们在 全世界的人都有一个神所 给我们的自由意志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所有的自由意志 对于这个当权的掌正的 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真的是这样 那这个地方是用 没有十三章的背景的里面 他来告诉我们 我们对于人的一种的观念 或者我们常常批判 或者是论断这一些在上掌权的人 我们来读这个经文 请 你这 无论你是谁 也无可推诿 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 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为你论断人的 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 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 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你这人啊 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 自己所行的 却和别人一样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 请问当中有几个审判 最少我看到有两个 一个就在开头的地方 是不是 审判他 审判他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神的审判 在这个经文的地方 全部都放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 常常都在论断批评 这些在上掌权的 是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经文是给我们提醒 但是这个地方是说 这个是警告 是会审判的 审判就是神的愤怒 审判就是神的愤怒 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 为什么 因为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 因为我信耶稣了 所以就没事了 这个观念真的要小心的 我们信了神之后 仍然有许多的地方需要去小心的 因而我们可以说 上面掌权的人 再回到上面的第一章的十三章的经文 不是你说的算 不是我说的算 是谁说的算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我们一起来读 都是神所命的 你喜欢不喜欢哪一个政权 或哪一个体制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圣经上说的话 你不能够说 这个我喜欢 那个我不喜欢 这是我们今天 很多的人读圣经的一个误区 整本圣经 不管你喜不喜欢 全都得吃下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你喜欢的 我就得永生 得好处 得赞美 不讲神的刑罚 不讲神的处罚 这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偏差的地方 因而我们再来说一下 好吗 人人当顺服他 一起请读这第一节的黄字就好 来 人人当顺服他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然后接着下来 他告诉我们第七节 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的凉的给他纳粮 当得税的给他纳税 当惧怕的惧怕他 当恭敬的恭敬他 这就是他圣经的教导 你明白这样子的情况 你就照单全收 而不是说这个是没事的 这个才有事 这就是我们今天常常在 我们的基督徒的谈话的当中 或者在传递的信息的当中 指挥哪一个领导人 辱骂哪一个领导人 看清哪一个领导人 他说不是 反有权柄的不是出于神的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这两个否定句带出一个权柄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不是我以为我投了一张票 我以为我做了一些什么事 所以就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出于神所命的 所以我们的圣经相对的来说 就是要让我们今天 在做这一个服事的时候 或者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看到了这一个最简单的要件 我最喜欢用的这个字就是什么 当得税的 什么 给他上税 有一个人不是叫做玛利亚跟约瑟吗 他们怎么会在伯利恒出生呢 因为他们要回去交人头税 那给罗马政府 所以他们要回去交税的时候 他们要回到本籍去交会 就是叫做什么地方 玛利恒是不是 他们就回到本籍的地方 就是玛利恒 然后四百年前的那一个 六百年前所启示的在玛利恒城 你是一个小小的 但是在诸城当中你是最大的 因为有一位圣者要从那里出生 就是玛利恒 他们为什么去那里 因为他们要什么 纳税 明白吗 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 你该做的你就做 因为反掌权的 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都是什么 神所命定的 虽然我以为我投了一张票 我以为怎么样怎么样 他说这都是神所命定的 好吗 我们就用这样的态度 来看待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生活 好 我们呢 要回到了下一首的诗歌 就是我们要把六十六首 再请大家拿出来一下 好 那在唱这个歌之前呢 我再跟诸位说一下 因为 不能讲因为 是这样 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这个是可怜还是光荣 都是 每一天只为主活 那你就是光荣的 那如果说我不认得主 所以我不知明天的道路 所以是怎么样 可怜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你看到这一类的歌呢 你要抓到他的这一个 只为主活 我 因我信主的应许 你看第一行 第三行 这是这个地方 所以他带出来的一个主轴 这首歌应该是悲怯的呢 还是用信心来表述的呢 信心 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但是很多的人在唱这个歌的时候 就是可怜的 你听得懂我 为什么 我好友跟你好友相同感 就是我不知道明天嘛 所以你听到这种歌的时候 我就跟周围说 你帮我唱 练习唱这个歌好吗 我不知 就唱这三个字 你看我把这几个字 我不知 我不借 我不要 我今天 要我今天 看到这个前面吗 这几个地方 我这个电影不够了 看到这三个字吗 跟我说 我不知 我不知 有点信心的 这个知最好不要坚持 我不知 我不借 我不借 我不要 我今天 所以你看到 然后你再把音符给加上去 我不知 我是很苦 我不知 但是你有信心 把这三个字叫 我不知 我不知 明天的道路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所以这样的情形呢 你把这几个字 我不知 我不借 我不要 我今天 然后接着是 有许多 看到了吗 有许多 也是一样 有许多 但我知 知道吗 在这里 看到了吗 我也知 看到了吗 所以 有许多 我现在 但我知 我也知 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你不知 他现在说 我也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歌的翻译 或这个歌的作词的人 写诗的人 在这种的深奥的里面 所带出来 所以你把这几个 我刚刚跟你说的 我不知 不是 我不知 可怜 你真可怜 上帝不要可怜人 他要救那些 与他同行的人 我们再来一次 谢谢姐妹 不是大声 但是是信念 我不知 明天的道路 因一天 只为主活 我不见 明天的太阳 因明天 或许阴暗 我不要 为相来忧虑 因我心 做的饮食 我今天 要与主同行 因他指 全面如河 有许多 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 不来是头 当我知 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 谁牵我手 每一步 越走 越光与 向南灯 黄金解体 每种灯 越调越精神 每朵云 披上云 在那里 在那里 阳光 常不早 在那里 没有眼泪 在美丽 彩虹的尽头 从山里 与天相远 有许多 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 不来是头 当我知 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 谁牵我手 我不知 明天的道路 或早云 生活苦楚 但老会 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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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未来的事情 我现在破烂石头 当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也知谁牵我手 希望这一类的歌呢 能够带给你一些 不同的认知和诠释的方式 对你自己会有帮助 对神不是对听你唱歌的人 也有帮助 可能也讨足的喜欢 因为没有信心 来相信这些事 这不是神所喜悦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79首 今天我们只是 把这首诗歌呢 跟诸位走一遍 我们就唱第1节 然后我们就停了 唱完整个第1节 让一山在十路可日转眼失去 世上灵火已出难交流 虽然有命令才保一生在追求 但不能使我永远拥有 我身心在哪个各个大山地 我叫主 成为我悲哀 当深渊渐渐消失 世间称过去 我仍然已靠古教师家 好 我一般念歌呢 我都是找容易练的先练 你记得这个原则 容易唱的就先唱 把它唱熟了之后 再去唱复杂的 那这首歌你觉得 哪一个地方是比较容易练的 复歌 OK 谢谢 我就唱副歌 我们就来 谢谢啊 帮我提歌 一样的你看 我把这几个字给你说一说 我身心 我救主 当水渊 我人渊 知道我讲历史吗 就是 好 你来唱 我身心 我身心 在那各各他山地 我叫主 成为我悲哀 当水月 渐渐消失 世界 成过去 我们人难免会对这个世界 有依恋的 同不同意啊 走的时候 我觉得还有些事没做好 OK 难免会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会带出一点点的无赖 或者说 有点差劲 或者说是无助 如果你觉得你这人生 丰满得不得了 从来不会做错事 当水月 渐渐消失 世界 成过去 你懂我 你懂我讲的意思吗 这看你的 对于人生的态度 是怎么样 所以 这一句话 是我以为 在这个整首歌的当中 最有一点点 所谓叫哀怨 失落 因为 因为我有太多的 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大概 健身比较容易 我再说一次 当我们觉得 我们做得不足 不够 不够好的时候 我们健身比较容易 太多的人不小心就落债 你不知道我很努力吗 没有苦劳 没有什么 没有功劳 也有 上帝不抗的这些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对那些 法利赛人说 你以为你献了祭 你以为你去了祷告 你以为你做了奉献 就没事了吗 不是这样 所以 不能够要用 我们的文化 来参进在 我们的这个认知的圣经里头说 你不知道我有什么 苦劳 OK 好 那我们就来练 这个地方 这是你回家要练的 我身 我身心 就练这三个字 我身心 你嘴巴要开起来 因为有点信念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这个信是什么 来一杯 来 我身心 我叫主 我叫主 来 我救主 对 我身心 我救主 当岁月 没有 我人愿什么 我人愿 好不好 对 就这样 你把这几个重点 给抓到了 这个歌就容易走 来我们唱一次副歌 就下课了 来 我身心 在那格格他 上的四排 我叫主 成为我悲观 当岁月 渐渐消失 世界 成过去 我人愿 日靠国 就是家 好 你就回家就练这个副歌 副歌练好了 下个礼拜 或者我们再来继续看看 这个上面一节二节 三节的歌词 怎么样来做 好不好 那我跟周围说 基本上这一首歌 基本上 他每个打斗点的地方 全都是你要换气的 好吗 所以 人一声 人一声 在事若可虑 转眼 失去 一句话 那你说 我没有气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谈 没有气 我身心 在那格格 他山顶 我叫主 成为我悲观 当岁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 我人愿 依靠国 教师家 所以 消失的诗和世界的诗 如果你能够把它连在一起 那个曲的那个张力 就在那边有个大的彩虹 当岁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 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 最大的一个张力在这里 就是我没办法控制我的人生 只有靠着十字保驾的救赎 你明白吗 所以这段你唱的张力很大 当岁月 是让人的一种的无赖的里面 带出来一种优雅的一种的成熟 我没办法掌握人生 岁月渐渐消失 世界成过去 就是很优雅的每一位 漂漂亮亮亮的 然后说 来试试看 如果可能的话 但是如果不行 那你就在这个逗点的地方 其他的地方基本上 这首歌有点麻烦 或者有点挑战 或者有点难 就是每一行每一句 就这样 但是你先把它唱熟了之后 你慢慢再来练习如何把它给做成一个扩张 好不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这一个主日的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感恩 因为又是一个新的天 出城的 平安的回来了 你保守我们得病的 也得到了医治 我们的孩子们仍然在继续的成长 我们发现你的国继续的在前进 帮助这些诗歌的作者 所陈述的 和这些圣经所陈述的 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分量 有一个位格 以致我们可以依照着圣灵的指引 来往前走 求你就怜悯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